近期,关于威尔士王菲凯特健康的传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他已经两个月位在公众面前露面,并进行了腹部手术。 本周四,肯心顿工的发言人通过一份新声明试图打消社交媒体上关于王菲可能下落的猜测,同时强调他的康复进展。 然而,网上侦探们由于缺乏官方消息,纷纷提出了一系列离奇的理论,试图解开凯特在哪的谜团。 据英媒3月1日称,肯心顿工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肯心顿工在1月份已明确了王菲的康复时间表,并只会在有显著新信息要分享时提供重要更新,这一指导依然有效。 声明还补充说,凯特仍然康复良好,这一情况追溯到1月17日的一份声明,宣布王菲接受了手术,并计划在复活节后重返王氏职责。 声明中提到,威尔士王菲感谢此声明将引起的关注,他希望公众能理解他为了尽可能保持孩子们的正常生活而保持隐私,以及他希望他的个人医疗信息保持私密。 然而,由于缺乏正式消息更新,网上流传了各种离奇的理论,有人认为王菲正在迈阿密康复,进行了巴西臀部整形手术,因为恢复时间与他暂时退出公众视线的时间相符。 其他人则开玩笑说,他加入了格拉斯哥的威利旺卡巧克力体验,甚至有人声称他是著名的匿名艺术家班克斯。 这些荒谬的理论让一些家长和孩子们感到愤怒。 在此期间,王菲的丈夫威廉王子也因个人原因取消了参加国王康斯坦丁的纪念服务的计划。 尽管有人猜测这与王菲的康复有关,但消息人士表示,威尔士王菲一切进展顺利。 这也引发了一些关于王菲下落的调侃理论,如他是曼联前锋桑桥的对外培训生或者参加蒙面歌手的猜测。 此外,威廉王子本周四在参观犹太教堂时表示,他和妻子对反犹太主义的上升感到极为担忧。 这次访问原定于1月份,但因为王菲的手术而推迟。 威廉在会见代表犹太学生的年轻人时表示,反犹太主义在社会中是无处容身的,偏见在社会中是无处容身的。 我希望你们都知道,你们可以谈论这个,谈论你们的经历。 94岁的大屠杀幸存者雷妮·索尔特与威廉一起坐着,轻声讲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 威廉问,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雷妮回答,这不容易,不知何故我活了下来。 当她描述她的家庭如何受到近几个月反犹太主义上升的影响时,威廉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雷妮表示,这是她自二战后纳粹统治以来见到的最糟糕的反犹太主义。 威廉说,我很抱歉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它会变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访问发生在由于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的袭击导致的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后,反犹太主义案例急剧上升。 威廉呼吁尽快结束战斗,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宋达并释放人质。 互联网的发达让消息的传播也更加便捷。 所以这次凯特王妃的事件,也是引发了全球对英国王室有关注的人的讨论。 长时间的不做回应,也是让舆论发展得越来越迅猛。 所以这次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英国王室终于扛不住了。 这次他们通过王妃的发言人,再次发表了声明正面回应网友们的猜测,不过虽然是正面回应,结果还是一堆废话。 因为这次声明报告,和一月份的宣布王妃已经做过手术的那篇声明,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互联网没有记忆,还是单纯的是在敷衍所有关注凯特王妃的人。 这次英国王室的行为又是引起了舆论的讨论,不过声明中也不全是相同的。 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点,那就是在报告中对凯特王妃的称呼改变。 之前的英国王室给出的声明中,在提到凯特的时候,称呼也不再是之前的王妃头衔,而是换成了她在出嫁之前的名字。 并且之前威廉发布声明的时候,很多时候使用的都是两个人的称谓,而不久前她又以单人称谓发表了声明。 这一切的蛛丝马迹似乎都在告诉大家,这次凯特长时间地消失在大众视野中,似乎情况不是英国王室解释的那些那么简单。 所以这次也是讨论声愈演愈烈,并且还有媒体报道,凯特王妃的发言人正在关闭社交媒体上,关于凯特行踪的讨论。 很多人觉得英国王室的行为是敷衍,所以也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威廉和凯特的婚姻状况出现了什么问题。 其实解决现在舆论谣言满天飞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公开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是考虑到其正在术后恢复期,放出凯特王妃的近兆也是可行的。 但是英国王室直到如今的不作为,可以说是往大众的猜疑心上火上浇油,于是各种各样过分的言论满天飞。 甚至还有人说,凯特王妃是被小三桶伤了小妇,所以才会这么长时间地一直处于恢复期,并且很少再和威廉王子共同出席。 这种猜测虽然离谱,但是对于英国王室来说,也不算是稀奇事情了,毕竟在凯特之前也有着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曾经的戴安娜王妃,原本的戴安娜和查尔斯还算恩爱, 但是查尔斯王子和前女友一直保持联系,也让他心灰意朗。 威廉王子作为戴安娜的第一个孩子,表现出来对母亲的爱完全不如哈里王子一样。 这次凯特王妃的消失,也是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威廉和凯特的婚姻之间的隔阂。 似乎很久之前,两个人共同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也不会再去牵手,并且查尔斯早在2019年就曾经被爆出出轨。 之前的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大众视野里的形象维持得也非常好,但是也正是威廉出轨风波爆出后,好男人形象逐渐崩溃。 也不少人觉得,威廉王子正是在布了父亲查尔斯的后臣,也有不少人担心凯特会成为第二个戴安娜王妃。 不管怎样,英国王室的第二份公告不仅没有解决大众的疑惑,反而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尤其是对凯特称谓的改变。 如果凯特真的是因为手术还在休养的话,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自己出现在镜头前解释这次事件,王室未来的发展充满着变数与挑战。 随着查尔斯国王健康的不确定性,威廉王子很可能提前继位,这将是英国王室历史上的一大转折。 而卡米拉王后是否会成为女王,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凯特王妃在王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面临考验,她能否应对王室生活带来的挑战,成为关注焦点。 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人际关系也将持续影响着王室的稳定与和谐。 未来,王室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变革,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着王室的命运。 综上所述,威尔士王妃凯特的《神秘失踪》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各种猜测,尽管官方保持沉默,社交媒体上却充斥着各种离奇的理论。 而王室成员的取消公开活动和威廉王子对反犹太主义的担忧,更是为事件添上了一层复杂的色彩。 这一谜团究竟何时揭晓?仍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